为了彰显自己的精湛医术 亲自主刀给富豪岳父做手术 不料中途不慎失手 导致岳父命丧九泉 自私的林敏夫 面对家庭前途即将毁于一旦 情急之下 要求长年受他接济资助的同学 及同事吕阳明帮他顶罪受过 并发誓好声照顾他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在手术台上的是我老婆的亲爹 你没这层关系 好说话 我老婆和他娘家人是不会饶我的 原本这台手术是吕阳明主刀的 但林敏夫为了让岳父佩服自己的本事 竟提前一步抢占了主刀位 却没想到自己医术不经出了人命 杨明为报恩 一时一气竟勉强答应下来了 原本两人以为可以赔钱了事的 谁料一切事与愿违 林敏夫的岳母将杨明告上法庭 杨明就这样锒铛入狱了 一晃七年过去 敏夫过得一帆风顺 如愿开立了私人诊所 医术声明远播 正热闹接受并加赠送点额 而杨明在狱中懊悔烦躁打架惹事 自存回家中行出欲无望 给了妻子舒兰一纸离婚书 拒绝以后再见面 不久 舒兰饥寒交迫 又发现得了绝症 走投无路的她 为了幼小的女儿 只好来找林敏夫讨要生活费 舒兰在大厅广众下指呼敏夫的名字 众怒魁魁下 敏夫的夫人金珠震惊不已 听舒兰声声斥责敏夫不守信用 弃他母女两人而不顾 理直气壮透露两人关系不正常 这让金珠无地自容 怀疑丈夫有了外语 敏夫绝不敢吐露当年秘密 之无其词 这让金珠认定丈夫有了外语 骄傲如她怎受的如此屈辱 寻技找到了舒兰栖身之所 赫然发现还有一个女孩 你妈妈 有没有告诉你爸爸是谁啊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去外地了 你爸爸长什么样子啊 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可了不起了 他念过阳学堂 是个大夫 金珠如遭晴天霹雳 没多久 只见舒兰拖着病体进屋 他表示自己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林敏夫担负起 抚养小玉的全部责任 金珠果断拒绝 敏夫是有家世的人 他绝不可能对别人负责 只能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既然如此 为了小玉以后的幸福生活 舒兰决定撒谎 小玉就是林敏夫的女儿 敏夫必须担负起 抚养小玉的全部责任 你们既然太深 你们既然太深 金珠绝不同意收养小玉 她正要气急败坏地离开 却被重病缠身的舒兰紧紧拽住 两人拉扯之际 舒兰竟病倒昏迷 悲悯心暂时压抑了杜忌心 金珠这个大小姐 做不到见死不救 她把舒兰和她的女儿小玉带回了诊所 金珠的善良举动 却让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却被称之为表妹的丁杰很不理解 只因她一直暗恋林敏夫 我看着我气 为什么这个女人创进我们家呀 我们家 我可不是好久的 谁本拿我丈夫的主意 抢我孩子的爸爸 拼了命你不会让他得逞的 你不但 不但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还跟他生了私生女 心高气傲的富家小姐 哪能容忍丈夫的背叛 更甚者还有了私生女 金珠当下提出离婚 逼使敏夫不得不准备 把岳父致死的秘密摊开 正要坦白时 却见丁杰急匆匆闯进来打断了她 借口有急诊病人将敏夫叫走 丁杰是金珠同父异母的妹妹 却被称之为表妹 从小在刘家被当作下人对待 身份与地位完全与大小姐金珠无法堪比 丁杰一直十分嫉妒金珠 她下定决心要抢走金珠的一切 当然包括她的丈夫林敏夫 她是护士 也是敏夫的得力助手 当年敏夫的医疗事故 只有她是唯一知情人 丁杰常年跟随敏夫左右 她对敏夫暗生情愫默默相守 用尽心机等待着登堂入室的机会 原本以为书兰会阻碍她 现在得知书兰是吕杨明的老婆 跟敏夫毫无瓜葛 她输了一口气 丁杰提醒敏夫 与其冒险坦诚身负金珠父亲一条人命的罪过 不如顺水推舟做复兴的丈夫 尚有争取转环的机会 敏夫被说服 验回了秘密 而对于丁杰 握住敏夫的秘密 便掌握了左右敏夫的把柄 与此同时 书兰忧虑自己不久人世 为了小玉有一个衣食无缺的依靠 将错就错 咬定了小玉是敏夫的私生女 书兰把女儿丢在林家 趁戏拖着病体到江边打算投水自尽 书兰把女儿托付给敏夫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里 金珠追去晚了一步 眼睁睁看着树兰投水失踪 身自愧疚 加上小玉正在呼唤着她的母亲 于是吞下万般羞愤委屈 同意收养这个姑娘 但金珠终究无法释怀 把敏夫赶去书房 夫妻分房而居 天上掉下来的一场风暴转眼烟消云散 丁杰当然不敢罢休 暗中挑拨小玉跟金珠对立 小玉亲信了书兰的话 认定是金珠害死自己妈妈 于是处处与她作对 不肯叫她妈妈 为了不再林家白吃白住 小玉把庸人扫地的活都给抢了 这让金珠心中很是无奈 她可不想背上欺负丈夫私生女的罪名 以小玉现在的身高 根本够不上这牌匾 金珠本想让小玉知难而退 以后可以老老实实待在林家 没想到小玉不服输 拉过一张小桌子 再搬来一把椅子叠在一起 勉强够到了 结果一个不小心摔了下来 幸亏被丁杰接住 没想到敏夫因此误会了金珠 认为她借故虐待小玉 言辞谴责她 夫妻之间发生前所未有的争吵 他们的独子俊英从何看见 震惊又惶恐 丁杰恶言挑拨 告诉俊英是忽然冒出来的妹妹 破坏了这个家的和谐 小男孩原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 可自从家里莫名其妙 多出来一个妹妹 听说是父亲在外的私生女 原本恩爱的父母 因她导致关系适合 这让俊英极度排斥小玉 不愿与她一同回家 可当小玉因私生女身份 被同学们讥笑打闹时 本性正直且从来不会打架的俊英 竟不由自主动手打入重围解救妹妹 自此 小玉认定了这个哥哥 不顾俊英的冷漠 悄悄跟着她走向郊外 小玉向俊英诚恳道歉 表示以后再也不惹她妈妈生气了 也不会告她的状 两人就这样和好了 俊英带着小玉来到她的秘密基地 两人回家后 金珠一见儿子脸上带伤 一身泥土 简直不敢相信 这完全不像她的乖宝贝了 绿色追问她干嘛去了 金珠更绝不可思议 气得则骂小玉把俊英代言了 敏夫看不过去 责备金珠不要老把小玉当出气筒 眼看夫妻又要爆发争吵 林母急忙解围 直接一巴掌伤儿子脸上杨作打骂 随后把敏夫拉走 懂事的小玉 为了让金珠消气 主动上前承认错误 妈妈 我错了 这让金珠一时不知所措 俊英感激小玉没有把她郊外立显向大人告状 削减了心理隔阂 主动和小玉分享她最大的乐趣 手工木雕 并告诫要保密 因为金珠绝不允许她在功课之外 玩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小玉认真地保证替哥哥保密 惊讶夸赞俊英的巧手神功 由此开始建立他们二人的小世界 这边 李杨明行满释放了 人势已飞 他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几经心理挣扎 决定还是去面对被他伤透了心的书篮和女儿 祈求原谅 回到家却是空屋破败杳无人踪 于是辗转打听找到敏夫的诊所 当敏夫看见宝金牢狱折磨强压院队的杨明 着实吓坏了 为什么这么吃惊 没想能再见到我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一直很忙 没时间去探望你 杨明不想争辩 表示欠敏夫的都还清了 只想知道书篮母女下落 全家团圆 然而敏夫哪敢把因为她的疏于照顾 逼得书篮病重 丢下女儿自尽的实情相告 没想到林敏夫不但撒谎 还倒打一耙 把责任归咎于杨明 说他逼书篮离婚才令他死了心 杨明愤怒不已 要把敏夫当年的医疗事故公诸于世 敏夫立马翻脸 口口声声反驳杨明当年顶罪出于自愿 自己现在功成名就 广受社会尊重 没人会相信一个劳烦的胡言 杨明无言以对 当场与敏夫恩断一绝 随后落寞离开 这一幕却被俊英无意中全看到了 上前询问父亲 小玉是不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妹妹 而是刚才那个叔叔的女儿 敏夫急忙告诉儿子 若不想小玉离开他们家 就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俊英虽不明白原因 但为了让小玉留在林家 便答应手口如瓶 做了亏心事的林敏夫 当晚喝得烂醉如泥 没想到被丁杰抓住机会 趁虚而入 等第二天敏夫醒来 发现自己竟与丁杰躺在一块 着实吓了一大跳 父家少爷望着眼前出落的 亭亭玉丽的妹妹 静看直了眼 下一秒便抱起他转起爱的圈圈 兄妹两人分别多年后 再次重重的激情 让哥哥的未婚妻心里很不适滋味 荆珠赶紧解释为兄妹情深 如此而已 今天是俊英和静美留学回国的日子 两个老母亲早上了好吗 把一行人直接带到丘颜开的豪华酒楼接风洗尘 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里正式的给俊英 还有静美提亲 丘颜和金珠很有默契张罗起了 给俊英静美提亲订婚事宜 俊英一脸的惊恶 当即抗拒 这是我的婚事 你们有没有考虑下我的感受啊 原来丘颜曾是金珠的儿时玩伴 两家可称世交 后来丘颜忽然家到中落 远嫁日本 断了来往 当她回国后 竟摇身一变成了身怀万贯的贵妇 更是献保式的推出女儿静美 闹着要结亲家 金珠也决门当户队 一拍即合 于是便安排静美与俊英一起赴日流血 以便他们培养感情 却不曾想俊英心里早已有了小玉 竟然不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联姻 静美更是从来不以为俊英除了自己 还能爱别人 归咎母亲安排的太突然 没有尊重俊英 丘颜下不了台 非常不满 金珠连身安抚 也许他们真的太急了 这个儿子从小为母命是从 不会不听他的安排 惠玉在郊外找到了哥哥 他非常不明白静美条件那么好 哥哥为何拒绝这桩婚事 谁知俊英一把握过小玉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这下的小玉一大跳 单纯的她哪知道自己的哥哥爱上了自己 俊英回家后 女夫质问她为何不把这门侵蚀当回事 俊英对父亲不需隐瞒 坦言自己早就爱上了惠玉 我这一生一生是爱她 惠玉是你妹妹 你我都知道她不是 敏夫吓得警告俊英及时回头 宁脸闹得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俊英不服 追问敏夫当年跟惠玉生妇究竟有什么严重的秘密 敏夫不肯说 俊英却发誓不惜一切争取爱的自由 与此同时 静美扑在吕阳明的怀里 表示自己这辈子非林俊英不嫁 天底下就没有别的男人了 幸亏不是我女儿 要不然 宁愿打死你 也不让你嫁给林敏夫的儿子 原来就在15年前 落魄的吕阳明被丘炎所救 经过考验得知她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便让她留在自己身边做她的跟班 让她替自己办事 多年来杨明知恩图报 尽心尽力辅佐丘炎经营众多的事业 成了丘炎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娇蛮人性的静美从小没有父亲 和杨明相处融洽 而杨明也如同父亲一般 对静美宠爱有加 这天 杨明来到一家洋行谈生意 却不料被夺门而出的小玉撞到在地 没想到父女两竟在如此尴尬的气氛下碰面 杨明望着小玉 说不出来的一种亲切感 你还好吧 先生 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你叫什么名字 吕大海 我警告你 离我妹妹远一点 我也告诉你 不可能 我不仅要守护着惠玉 而且 还打算这辈子的守护着她 怎么样 注意看 两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 竟在大庭广众下大打出手 就在不久前 惠玉在上班的洋行 不小心撞到了杨明 此时的两人都不知他们竟是亲生妇女 老板得罪不起大客户 当场辞退惠玉 杨明听老板说起这是林敏夫的女儿 一脸的诧异 不由地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在何方 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 他好言劝惠玉到他的西奥行上班 惠玉并不想领情 却抵不过杨明的再三恳求 勉强答应 没多久 杨明的伤好在邱颜的资助下 热闹开张 惠玉勤勤恳恳恳地工作 恳得杨明的赞赏 这让他对林敏夫更是嫉妒 大海抱着一束鲜花 来向惠玉献殷勤 惠玉委婉拒绝 两人拉扯之际 刚巧被俊英撞见 醋毯子打翻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两人一言不合尽打了起来 惠玉感觉莫名其妙 不知哥哥的火气从何而来 随后生气跑开 没想到静美像个公主似的偏然而止 见到惠玉 便把对俊英的气恼全都发泄出来 原来就在几天前 俊英主动约静美去游泳 并对她坦诚以告 她只把静美当妹妹 从来没爱过她 而且自己早已有心上人 静美无法接受 质疑惠玉从中作梗 更怀疑俊英和惠玉的亲密有为常理 于是把气都撒惠玉身上 你今天不告诉我 俊英偷偷爱上谁 你就别想离开这 我哥正大光明 他不会偷偷爱谁 那你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不敢说那个人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你骗人 静美 俊英走了近来维护惠玉 劝静美不要胡搅蛮缠 静美自尊心受创 拉着惠玉不停大闹 俊英情急之下推到静美 护着心爱的妹妹离去 没多久 秋妍带着哭啼不休的静美 找上门来告状 金珠呵斥 俊英向未来丈母娘下跪赔罪 俊英倔强不从 因为一旦她跪了 就承认她与静美的亲事了 惠玉为稀释宁人 替俊英下跪赔罪 静美 都是我热气的 你就别怪俊英哥了 好 那你就跪着别起来 金珠未免再生之节 不顾一切 宣布不必订婚 直接让两孩子结婚 俊英大吵抗拒 连慧玉都觉得哥哥太不进情理 劝俊英听从妈妈的安排 任何人都可以逼我结婚 只有你不行 你跟静美结婚有什么不好 我们这都是为你好啊 你是为你自己好 不管三七二十一逼我成了亲 你好跟那个余大海交我 静美明白俊英不爱自己 不想让自己嫁得勉强 可母亲秋妍劝说只要她嫁进林家 就大功道成了 这让静美一时摸不着头脑 殊不知自己是母亲复仇的工具 这边 书兰在报纸上 看到杨明和秋妍亲密的合照 百感交集 原来 十五年前投江自尽的书兰并没有死 而是被好心的余志兴给救了 志兴得知杨明就是书兰那薄情寡义的丈夫 便要带她去找复兴汉理论 书兰误会秋妍现在应该是杨明的妻子 往事如燕人各有命 表示不想再打搅任何人 她也做好与救命恩人志兴共度余生的准备 两人款款深情之际 怎料大海欢快地跑进屋 大海是志兴收养的孤儿 两人情同父子 这么多年三人相依为命 早已成了一家人 书兰见大海带伤而回很是心疼 大海却乐不可知 第一次为心爱的女人打架 证明自己是个大蛮人了 傅家少爷向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表白 坦言两人根本不是亲兄妹 惠玉文言犹如五雷轰顶 毕是无法接受 她不信哥的所说 俊英把她拉到了郊外 一一道出自己从小对惠玉仲下的深情 且告诉她绝非灵敏夫所生 并发誓要与惠玉白头偕老 惠玉十分震惊一时回不了神 她心乱如麻 面对俊英的深情告白 她不知该如何表态 此刻她只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惠玉丢下俊英 一个人跑了 刚巧碰到大海骑着三轮车经过 催促她赶紧带自己离开 这让俊英又心生嫉妒 在后面拼命追赶 奈何两条腿跑不过三个轮子 最后不得不看着二人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邱颜给女儿准备了婚纱 在她看来金珠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 静美嫁进凌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静美还是不放心 她想嫁给俊英 但不想让俊英被逼着娶自己 为了试探俊英对自己的心意 她给俊英拨去电话 结果俊英还是让她失望了 没有说一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 静美万念俱灰 静选择戈腕自杀 杨明立即给她先行止血 顾不上固执的秋颜 一把抱起静美就要将她送至医院 刚巧碰到闻讯而来的金珠和俊英 不由分说便把静美送至医院 然而对静美宠爱有加的杨明 把这一切都归咎在林敏夫身上 既然她的儿子不肯放过静美 那么自己也不会放过她的女儿 于是她诬陷惠玉偷到药行财物 罚她去做杂役 这男人被仇恨重昏头脑 殊不知自己苦苦折磨的 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这边 在敏夫父子的极力抢救下 静美转为为安 隔天惠玉来看静美 为她的自杀深深自责 而俊英却紧紧拉着她的手不放 她恳请静美放过自己 也放过她 不要做这种傻事 你是说 找我再死一次 静美 你别再犯傻了 惠玉不忍伤害静美 狠狠甩掉俊英的手随后离开 静美刚脱离危险 就被邱炎带回了家 这让金珠一世慌了神 原来邱炎是林敏夫医院的大股东 一旦她因为这是退伍 那么林家和刘家就都完了 金珠万般无奈之际 逼迫俊英赶快娶静美 不要得罪邱炎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正如金珠所料 邱炎是来退伍的 我说的都是实在话 正因为我不想耽误了静美 所以才不能勉强接受这桩灰事 你 俊英一气之下 决定离家出走 金珠在后面以死相逼 俊英转身 扑通一声跪倒 下一秒雷声振振请客大雨倾盆 俊英跪求母亲放过自己 对面的金珠也跪求儿子听自己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回音 我做不到 天忆 与此同时 可怜的慧玉 却被亲生父亲逼着拔草做苦意 这有些人见 每一个春夏秋 让我的蜜 是否有 妈 请你答应我 去惠玉为妻 傅家少爷要娶自己的妹妹为妻 直接吓坏了老母亲 儿子怕是烧昏头了吧 两天前 倔强的俊英英不肯娶静美 被母亲忍痛伐跪在大雨中 惠玉建一向为母命是从的哥哥 为了自己被雨林的全身势透 心疼万分 但对俊英而言 只要可以光明正大的爱惠玉 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最终还是因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俊英苏醒后 再次向惠玉深情表白 这让惠玉很为难 只因他不想伤害静美 俊英表示一定会向父母表明 取消他与静美的婚事 至于惠玉 不逼他立即表态 自己会等他慢慢接受 惠玉心疼目睹俊英为爱孤君抗争 被他炽热的爱情烧得不知所措 于是找到大海家苗圃 求他帮自己开解 大海一听惠玉被哥哥爱上 莫名的懊恼声闷起 他虽然眼红俊英 但还是本着良心 敬佩俊英的勇敢执着 重点是惠玉是否有同等的爱 看到他为了我 在雨中跪下 我只想和他跪在一起 傻姑娘 这就是爱了 你懂不懂 惠玉混沌懵懂 他确定自己不能没有 俊英这个哥哥 但更不想伤害深爱俊英的静美 大海耐心开导惠玉 想爱就要勇敢去爱 不要顾及其他 惠玉心里豁然开朗 有了决定 殊不知笑容满面的大海 此刻心却在低血 我可以没有一切 但是 我不能没有你 俊英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爱你 俊英欣喜若狂 抱起惠玉赚起爱的圈圈 彼此发誓此情不渝 一阵亲热过后 两人手牵手下楼 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俊英向金珠表明心意 自己要娶惠玉为妻 此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毫不知情的金珠 上前就甩了儿子一耳光 真是太丢人了 两兄妹怎么可以结婚 还没等俊英解释 金珠就气得半死激动的呼天喊地 林家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乱伦的事 妈 惠玉她不是我妹妹 什么 惠玉她不是爸爸的亲骨肉 你是什么 我和惠玉不是亲兄妹 金珠闻言彻底傻了 抬头就看见丁杰推敏夫下楼 上前一把拉过丈夫 质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此刻懦弱的林敏夫顿感无地自如 她无言面对惠玉和金珠 慌忙地跑回房间 她知道再也躲不了了 扑通一声跪倒在金珠面前 向她坦白一切 我错 不 我是不得已啊 金珠 坤输我吧 得知真相的金珠崩溃了 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嫁给林敏夫为荣 却不曾料到她是个医术不惊 出了事不敢担当 却叫别人来顶罪的拥衣 这么大的事情 丁杰却知道 而丈夫却瞒了自己二十多年 作为夫妻 金珠责怪敏夫对自己没有丝毫的信任 敏夫却强词夺礼 不论身份地位 林家总是矮留家一姐 事关自己的前途 她不敢向强识的金珠坦白 这个女人好不要脸 竟趁着姐夫醉酒 偷偷爬上了她的床 十五年后 终于如愿登堂入室 当上了豪门二太太 惠玉得知自己不是林敏夫的私生女后 便上前追问她的亲生父亲是谁 事已至此 敏夫准备将当年真相和盘拖出 怎料却被金珠打断 为了不让这个家分崩离析 金珠向惠玉撒下弥天大谎 说她的生父当年犯罪入狱 敏夫作为她父亲的救世 承担起照顾他们母女的责任 之所以谎称惠玉是林敏夫的私生女 也是因为做私生女 总比做无父无母的姑女好 更扬言惠玉生父出狱后 死在了南下讨生活的路上 单纯的惠玉和俊英 对金珠的话自然信以为真 然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丁杰听个正正 她可不是省油的灯 丁杰不但知道敏夫当年的医疗事故 还知道俊英与惠玉的兄妹恋 若想让她隐瞒这些秘密 除非金珠给自己一个正式名分 金珠为了大局出发 无奈同意 当天就给丁杰举行正式二夫人进门奉茶一事 一脸心机的丁杰 表面上是尊敬金珠原配身份 实际上借机大大把她羞辱了一番 自私的敏夫毫不体恤金珠的委屈 反而为地下情话暗为明心安理得 金珠看在眼里咬碎了牙 含泪喝下了这杯茶 俊英何会欲心疼金珠受委屈 对她进行一番暖心安慰 而金珠却劝俊英 若她真心爱妈妈 就尽快与静美完婚 否则若秋颜退骨拆火 势必会让林敏夫医院元气大伤 现在再加上一个不省心的丁杰 难保自己这院长夫人宝座做不了多久 俊英体会不了金珠的苦 她与惠玉商量 希望她与自己一起私奔 躲过母亲迫在眉睫的逼婚 待风头过后再回来请求二老原谅 就算当天涯海角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会用全部的生命去爱惜你 两人的谈话被林敏夫听个正正 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连忙找金珠商量 金珠火速拦截正要出门跟俊英会合的惠玉 对她小之以情动之以礼 然而惠玉这次是铁了心要跟俊英离开 她向金珠磕头说对不起 随后拎起行李就往楼下跑 金珠望着惠玉毅然决然的背影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哭喊惠玉舅舅妈妈 惠玉为了顾全大局 更为了报答金珠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最后寒泪答应流了下来 金珠知道俊英性格倔强 不会轻易死心 唯有让俊英恨惠玉 她才会同意娶静美 这对惠玉实在是太残忍了 但她还是听从金珠安排 约了大海配合演艺场复兴戏 这一幕被俊英看到 震惊不已 上前逼问惠玉要解释 爱你必须不盼心灵 太难 太难了 爱于大海 简单 容易多了 为了让俊英彻底死心 惠玉敬抱着大海 当着她的面亲了下去 这一幕实在太大眼睛 俊英不得不相信惠玉爱上了大海 自此她的心也死了 失魂落魄地答应曲静美 我和俊英是西施婚礼 你当我们的伴娘好不好 好 我当你和哥哥的伴娘 谢谢你 林惠玉 忠孝结义 什么都懂 可就不懂得怎么遵守信仰 说过话 等于没说 谁相信了她 肯定可回莫及 善良的女孩 为报答养母的养育之恩 不惜将自己的心上人拱手让人 大婚当日 俊英见大海搂着惠玉来参加婚礼 被妒忌心冲昏头脑的她失去理智 不但当众指责讥讽惠玉多变无情 还故意和静美表现亲密 然而惠玉心里的痛 俊英又怎会知道呢 与此同时 敏夫赫然看见杨明正朝自己走来 惊呆在原地 以为自己的世界末日要到了 谁知对方却假装不认识她 只是客气地与她打招呼 敏夫默不透履杨明深浅 只听说她现在是丘炎的得力助手兼情人圆明 可这名字倒过来念就是明渊 很明显杨明之所以深藏不露 是因为一直未放下明渊之愿 她韬光养晦这么久 只因伺机找林敏夫报仇 喜宴上 俊英借酒消愁 撒起酒疯 惠玉见状心疼不已 鲁鱼拉过大海 一遍遍说着违心的祝福 向哥哥敬酒 相爱至深的两人 以此看对方的眼神 竟是失忆和心疼 两人的心都在滴血 唯有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洞房花竹叶 面对静美的深情告白 醉得不清的俊英却将眼前美人当成了惠玉 神志混乱下和静美圆了房 隔天清醒后懊恼不已 既有富与惠玉 也亏对于静美 这边 丘颜缓缓缓退下自己的裙子 露出伤痕累累的后背 杨明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震惊不已 这谁把你伤得这么重 六百万 林敏夫的岳父 原来 于丘颜的父亲和金珠父亲 刘百万曾经是失交 刘老爷为了资助女婿林敏夫 开西医诊所 把原本投资给于家中医馆的资金撤回 当时的中医本就岌岌可危 再加上刘老爷出而反而的举动 最终导致于家中医馆彻底倒闭破产 焚火自尽 走投无路的丘颜为安葬父亲 为偿还庞大的债务 他签下一纸婚妻 眼嫁日本 结果却发现自己被人贩子给卖了 他的公公世代经营的是妓院 从此举目无亲的丘颜 受尽他们的凌辱百步 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之后他怀上静美 杀死了公公 还卷走了公公家的财产 最后家缠万贯回国 处心积虑找金珠一家报仇 为了掏空留家 他不惜把女儿静美当作复仇工具嫁入林家 这个表面高不可攀 无所不能的女人 竟然有这么不堪的过往 让杨明同情心泛滥 也向他一一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 两个同病相怜的可怜人 面对共同的仇人 当晚就抱在一起互相取暖疗伤 这家少爷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新婚期间就将他冷落 经常借口工作忙碌不回家 俊英对惠玉的背叛始终不能释怀 自暴自弃的他 一看见惠玉与大海一起出现 心中就渡火中烧 还说些狠话刺痛惠玉 见俊英如此狠心对惠玉 大海实在看不下去 骂俊英只会耍大少爷脾气 却不懂惠玉心里的苦 俊英不以为然 还不停羞辱大海 惠玉的好闺蜜品 真为惠玉和大海抱不平 惠玉和大海只是眼泪抢戏 惠玉对京主仪有过沉默 他什么都不能说 他比你苦多了 可你呢 见一次就伤他一次 你想下 他心里什么滋味呢 俊英恍然大悟 原来所谓惠玉变心 其实都是母亲金珠布的局 他好后悔自己冤枉了惠玉 不停为自己的任性向他道歉 他希望惠玉与自己从头来过 惠玉痛苦提醒他 一切都晚了 俊英已经是静美的丈夫 何况当初就是得罪不起丘颜 才配合金珠使俊英死心的 俊英找到丘颜求证 询问他当初是不是以撤走医院股份为由 威胁金珠要自己娶静美 丘颜毫不避讳地当场承认了 得知真相的俊英 悔不该上当结婚 当即表态没法再继续他与静美的婚姻 静美得知这些原委 自尊心严重受闯 抱怨母亲耍手段 他原本有信心以真情感化俊英 这一来再不可能得到俊英谅解 俊英又来找金珠理论 责怪母亲不但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惠玉 却不曾料到母子俩的谈话 都被静美听个正正 静美因此不但得知惠玉不是俊英的亲妹妹 还知道了俊英和惠玉早已爱得死去活来 这个婚姻不算数 什么 我和金珠说 请他原谅 我和他不可能再成为夫妻 静美心痛万分 可下一秒就感到一阵恶心肝傲 原来他怀孕了 当晚 两个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坐在一起谈心 静美自嘲自己是天下第一号大白痴 本以为用自己的真心可以感化俊英 但怎么可能敌得过惠玉与俊英青梅竹马的感情 他预感到自己有喜了 但是一想到俊英要修了自己 静美丝毫没有出为人母的喜悦 更不许惠玉将她怀孕的事 透露给任何人 你该说出去一个字 我会找你后悔一辈子 为了让俊英彻底遗忘自己 也为了静美腹中的孩子 善良的惠玉准备离开 他假意与俊英玩桌迷藏 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 惠玉失踪 全家都乱套了 可谁知下一秒 丘炎气势汹汹找上门 静美一大早打电话给我 莫名几妙说了一堆话 最后她说 她走得远远的 让我们找不到她 俊英 有心知肚明 是你逼走她的 请问有没有空的房间 哦 好的 惠玉 嫂子 两个深爱同一个男人的女人 静不约而同离家出走 巧的是还入住了同一家旅馆 惠玉是为了让俊英忘记自己才出头 而静美则相反 她出来是要做一件大事 让母亲与俊英后悔不及 当然她这次不是自杀 而是要去医院拿掉孩子 静美从小就没有父亲 她不想让自己的不幸延续到下一代 惠玉见状苦口婆心相劝 但静美主义已定 我妈和我婆婆都欺骗我 静英她根本不想承认这个婚姻 你说我要这个孩子干什么 谁到手术还没开始 邱颜就推门而入 强行将静美拖回家 原来是惠玉实在不忍心静美做傻事 所以打电话通知邱颜 静美回家后 得知她怀孕的邱颜对女儿十分关心 要她好好安胎 可静美却大声抗拒 我不要这个孩子 你都不说什么呀你 妈 静英都不肯跟我逛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这个孩子 谁知邱颜毫不在意静美幸福与否 只关心孩子 静英对她不好大不了就离婚 静美十分吃惊 邱颜竟把她的终身大事当作儿戏 但她开始质疑母亲千方百计 让她怀上孩子 一定有所目的 只终归包不住火 这天 静美无意得知邱颜一直在处心积虑对付林家 她十分不解自己的妈妈和婆婆是好闺蜜 可她却为何要陷害他们一家 静美望着眼前的妈妈 顿感陌生与害怕 这个女人虽然娇蛮 但心地却一点没有遗传秋颜的很多 为了保护婆家 她要留在母亲身边 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必要的时候车母亲的后腿 这边无处可去的惠玉 夺到了好规秘品真家里 品真承诺一定替她保密行踪 殊不知俊英疯狂寻找着惠玉 走遍了幼时和惠玉走过的每一处 狂松咒语中 不幸滚下山坡 当场晕了过去 幸亏被同样来找惠玉的大海救起 将她背回了家 经过此事 两情敌并弃前嫌 彼此承诺等找到惠玉后在公平竞争 俊英回家后得知静美怀孕了 便拿着鲜花来请她回家 虽然这男人把自己伤得很深 但静美对她的爱丝毫不解 为了守护俊英 她坚持要留在娘家 也许这是她唯一能为俊英做的 这边 杨明私女心切 终于找到了书兰 书兰一见到眼前这副新汉 积压二十年的怨对一吐而出 痛斥杨明当年的狠心 无情无义 杨明自知理亏 只求见见女儿 书兰崩溃痛哭 杨明这才知道她把女儿寄在灵家 但是多年来因为心存愧疚 一直无言去与女儿相见 杨明随后便大摇大摆 来到灵家要见女儿 敏夫知之乌不知所措 金珠却出乎意料地冷静 向杨明暴愧 说书兰头江不久 便把她女儿送进孤儿院 以后就断了消息 杨明大怒 当即宣布断绝 林敏夫医院一切药品供应 随后愤然离开 她终于来了 她终于要来抢走 我一手养大的女儿了 你这个女人 真恶毒 你才恶毒呢 两个女人正在互伤耳光 骂对方恶毒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就在不久前 杨明来到灵家要见女儿 金珠舍不得将一手养大的惠玉拱手让人 谎称自己十多年前将她送往孤儿院 以后便失去消息 杨明一气之下 不但断了林敏夫医院一切药品供应 还召开记者招待会 书写了一纸公告 揭发敏夫当年致死岳父 却让人顶罪的真相 以杨明今日社会地位 以无人质疑她的指控 敏夫待在原地无话可说 没多久 林敏夫院长不公不义 孕英震惊不已 没想到自己心目中医术高超 逆得高尚的父亲 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 面对儿子的质问 金珠也只能长叹一声 一回头竟看见书兰在叫自己 差点没被吓死 原来十五年前 投降自尽的书兰还活着 书兰是来向金珠讨公道的 自己忍受多年不见女儿的痛苦 并没换来林氏夫妇 善待自己的女儿 却将她送往孤儿院 至今下落不明 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书兰一个耳光恶狠狠地 扇在金珠脸上 金珠毫不示弱 当场还给她一个大嘴巴子 我好好的一个家 你莫名其妙地闯进来 硬把女儿丢下 还说是林敏夫的私生女 你害得我们夫妻 适合了十几年 林敏夫对不起吕阳明 你的丈夫已经正在 身败名列了 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什么一把枪把打得去 如快到我的头上来啊 书兰被对得哑口无言 都怪自己当初不负责任 丢下女儿 怎能怪到了别人 她不得不羞愧罢手 俊英为顾虑母亲 并没告诉书兰 惠玉其实就是小玉 敏夫的义得医术遭受质疑 严重打击了医院的声誉 病人们纷纷要求转院出院 医院陷入一片混乱 金珠紧急应对 安排敏夫先暂时隐退 让俊英接任院长 一直独称大梁 俊英却不乐意 她对父亲当年自私懦弱的行为 极为愤慨 如果不是惠玉的父亲 替爸爸受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爸爸能有今天的身份和地位吗 如果不是惠玉全家的骨肉分离 能有今天的灵敏夫医院吗 俊英万分绝望 惠玉家的一切苦难 都是自己父亲造成的 他无法昧着良心去当这个院长 于是他到大街上摆摊卖起木雕 堂堂一个留学生 近摆摊挣小钱 直接气坏了父母二老 俊英用这种自虐的方式 无疑是在替他父亲赎罪 一切也都是为了惠玉 而惠玉自从知道老板原名 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时 他喜忧参半 喜得是终于有了生父下落 忧的是生父有情 养父有义 而他们的恩怨无从化解 他将如何自处 那你生父肯定要你跟人家断绝而往了 我做不到 生的有骨肉之情 养的有养育之恩 不放个下谁啊 你最当不下的 还有俊英哥 俊英为父亲给惠玉造成 不可弥补的伤害而羞愧 于是把深情埋在心里 深夜来找大海谈判 要把惠玉让给他 你小子命好 没有一个对不起他全家的爹 我不跟你这么 你记住 给我好好地爱惠玉 你让他倒挺贵重 惠玉却要伤心了 我爱他 他爱的是你 傻小子 这跟你口口声声叫父亲的人 就是拆散我们全家 让你变成公安的人 爸 我们回家 俊英 我不敢想 你太残暴 太无情 苦苦寻觅的亲生女儿就在眼前 可他不仅不认自己 还维护拆散全家的仇人 吕杨明的心都碎了 就在昨天 杨明为了弥补书兰 他将花圃和房子买下送给他 离开的时候 一想起书兰和大海父子 俨然一家人的幸福模样 他的心中就倍感失落 妻子不是自己的了 亲生女儿又不知身在何方 杨明将这一切都怪在林敏夫身上 对他更加的仇恨 抬头看见摆摊卖木偶的俊英 便上前丢给他几枚铜钱 将他羞辱一番 在角落注视着俊英的静美 看到这一幕气愤不已 他斥责杨明的行为 不经意说出了 林家的私生女林慧玉 便是他的女儿小玉 得知真相的杨明 怒气冲冲跑来质问书兰 为什么说他的女儿 是林敏夫的私生女 夫妻俩这才知道 自己被敏夫夫妻给骗了 书兰也想起会遇之前来过花谱 可惜当时母女俩错过了 报仇心肆虐的杨明 拉着书兰要去告敏夫夫妻 书兰却不想去 劝他放下仇恨 虽说敏夫不慎致死岳父 让杨明顶罪有错 但杨明当初若有正确的是非官 说出真相让林敏夫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也无需坐牢 就不会有后面的恩怨纠缠 杨明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既然书兰不去 那么他就独自去找林敏夫报仇 隔天 他便来到林敏夫医院 逼迫走投无路的林敏夫还钱 既然我们的供需关系已尽终止 就应该马上父亲欠头 我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会找一帮的人 每天上门 打上旗鼓 跟你讨战 看着杨明咄咄逼人的气势 林敏夫万般无奈之计 当场向他下跪 这一幕不禁让杨明回忆起 当年林敏夫就是这样跪求自己帮他顶罪 更是愤怒不已 就是他的这一跪 跪掉了自己的妻子女儿 还有整个人生 杨明 杨明 滚开 爸 慧玉亲眼见证了生父的狂暴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他没法与杨明相认 毅然决然地搀扶着养父回到林家 看到离家出走的慧玉平安归来 金珠喜极而泣 母女两抱头痛哭 慧玉舍弃与生父团圆却甘愿留在林家 这让金珠激动不已 这个从小就贴心的女儿 真是没白养 谁知由于最近忙于整顿医院的事情 金珠身体劳累过度 又加上一激动静晕了过去 得知消息的俊英赶快跑回家看母亲 慧玉怒斥哥哥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大海 俊英也怪他为成全静美 竟选择离家出走 你大海的阿神 就是你的妈妈 慧玉急忙赶来与舒兰相认 没想到母亲还活着 小时候的画面立马出现在脑海里 慧玉口口声声喊着妈 可舒兰一直羞愧当年当着女儿的面跳河 把她孤苦伶仃一人丢在这个世界上 自认为不配做慧玉的妈妈 她不敢与女儿相认 就在大海送慧玉离开时 正巧撞见杨明来找女儿 她劝慧玉跟自己走 慧玉不肯在养父母为难时离开 坚决要回凌家 我永远都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生父和养父拼得你死我活 他究竟是用什么东西给你洗脑了 用他十五年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都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生父和养父拼得你死我活 他究竟是用什么东西给你洗脑了 用他十五年的养育之恩 从小被仇家养大的女儿 为了报答养父母十五年的恩情 与亲生父亲站在对立面 父女两话不投机 最后不欢而散 杨明他好不甘心 马不停提来到凌家要女儿 刚巧撞见大海与俊英不让他进门 俊英为消除杨明对父亲的怨恨 坚定表示由他这个凌家的唯一儿子来承担一切 随后变上了杨明的车 两人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为了替父母赎罪 俊英扑通一声跪倒在杨明面前 不停向他磕头 真不愧是林敏夫儿子 父子俩都喜欢用下跪这一招来求人 杨明瞬间被激怒 自己心中记载二十几年的怨恨 也不是你几个想头就可以抵消的了 俊英健壮 便捡起地上一块砖头 让杨明往他头上砸 杨明大骂不公平 随后便开车愤然离开 没多久 大海匆忙赶来救俊英 斥责他不该自暴自弃 真正的赎罪应该是治病救人 替他父亲重新擦亮林家医院的招牌 一语点醒梦中人 俊英终于开窍 隔天就披上衣袍 开始整顿混乱的医院 宣布全面一诊 没想到这一举动 再加上俊英高超的医术 迅速挽回医院生育 正当众人沉浸在喜悦中时 丁杰慌张跑来 支支吾吾告诉金珠 修炎居心叵测 对林家不利 原来就在不久前 磊疾大流行 医院忽然涌入大量病患 丁杰从黑市垄断 收购之瘧疾的特效药奎宁 本想从中谋取暴力 但却在与金珠 还有林敏夫一起挽救林家医院时 发现金珠对自己的信任 他立马有了感激之心 想拿出奎宁救治病人 挽回医院名声 就在他要来运走这批脏药时 谁知地痞金宝先太医补 叫来大海正在搬运 丁杰金宝狭路相逢 二人争执起来 谁知下一秒警察赶到 大叫捉贼 金宝怎么回事 金宝趁乱拉着母亲逃跑了 丁杰随机应变 假装成烧香拜佛的幸运 矢口否认和这脏物有关 这个丰富其实是丁杰的亲生母亲 大海其实是被金宝忽悠来的 为了自保 丁杰作为女儿 谎称自己不认识母亲 眼睁睁看着她被活活打死在自己面前 且被当作无名师被拖走 同时大海也被抓入狱 其实这一切都是丘颜干的 她对金珠一家毁灭性的报复终于开始了 警察正是丘颜叫来的 金宝也是被她收买的 且她早已掌握丁杰的一切 我不报警 难道让你顺顺当当的 把奎宁拿给李敏夫 好挽救刘金珠一家的 你要的是李敏夫 林家刘家的全部 我要毁灭的也正是这个 然而当丁杰将丘颜的阴谋告诉家人时 竟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若丘颜要害林家 不可能把女儿静美嫁给俊英的 金珠居然怀疑丁杰离间她与丘颜的闺蜜情 这年头说真话也没人信了 正在这时 领夫请来的代理院长赶到 此人早就被丘颜收买了 他拿出了账本 找出了丁杰暗中挪用公款的证据 这样一来 更没有人相信丁杰的话了 母亲的惨死 家人的不信任 让丁杰身心受到剧创 她拿着父亲的画像 痛恨她到死都不肯认自己 痛诉自己作为私生女的屈辱 金珠后知后觉 猛然意识到丁杰就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可她之前以为丁杰是远方表妹 在刘家一直被当作下人对待 自己对她也是忽来喝去的 金珠想到这些 也是愧疚万分 为什么要让我们手足相残 为什么要有这些难分难解的 恩怨情仇呢 为了化解杨明对林家的仇恨 纵使心中对会欲有万般的不舍 金珠还是忍痛 要把她还给亲生母亲舒兰 三个女人 悲喜娇家百味杂陈 而此时的丁杰已经幻听幻觉 穿着与金珠一样的衣服 把自己当成刘家二小姐 神志昏乱 这边 丘颜威逼利诱大海 让她在法庭上诬陷 林敏夫是运送脏药的幕后主谋 大海不从 丘颜立马翻脸 命远将她带回大牢 他们的谈话 被静美听到 没想到母亲如此心狠手辣 连一个无辜的人都不肯放过 静美再也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 要去婆家告命 丘颜强硬得很 一气之下将她给关了起来 丘颜 放开我 你这是干什么 静美她现在怀孕了 我都要亲不认 你也不例外 惠玉听说大海被当作节药饭给关进大牢 急忙找杨明求情 杨明知道丘颜心狠手辣 为了向她表明自己的忠心 也为了保护女儿小玉 她不得不狠心下注颗恋 惠玉痛心离开时 忽然听到静美叫住了自己 你快去告诉俊英和她的父母 说我妈要害他们 她从日本回来 这是为了毁灭他们 谁料这一切都被丘颜听个正正 立即派人将会欲拦截绑架 这边 静美依靠杨明的接生 顺利产下一女 可冷酷的丘颜 以刚出生的婴儿做人质 逼迫静美不要破坏自己的计划 若静美向林家人泄密 自己就不让她看孩子一眼 不犯事 我再敢忤逆你 我永远见不到我的女儿 丘颜这才把孩子交还到静美手里 这一幕杨明看在眼里 被丘颜的冷酷无情震慑到 于智欣无意在大海打工的运输行 发现了藏匿在此的惠玉 是谁把你关在这儿的 是举营的长女娘 于夫人 你快去告诉我爸爸 你就是我养父 于夫人要毁掉我们全家 于智欣刚离开 却被金宝发现了 他赶紧打电话通知丘颜 丘颜半路堵住于智欣 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若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他可以让杨明永远回不到书栏身边 智欣怒斥 自己绝不容不公不义之事 他管到底了 转身就火速离开要去通知临家人 丘颜恼羞成怒 直接去车追赶于智欣 没有丝毫犹豫豫就将他撞到在地 当众人见到于智欣时 他已经昏迷不醒被送到医院 杨明不想变成与丘颜一样的人 义不容辞的负重金将大海保释了出来 女被绑架 养父母家被勒索巨额赎金 金珠毅然决定倾其所有筹措赎金 敏夫也义不容辞 抵押医院股份 以此弥补对惠玉的亏钱 书兰拿来杨明之前给的花圃和房子的地契 让金珠拿去典当 大家齐心协力救援惠玉 可他们怎会知道 敏夫抵押的股份都已被丘颜买下 琉璃两家崩馆的债权也在他手中 丘颜处心几率二十余年 终于拿到了金珠家所有资产 杨明听闻惠玉被绑 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是丘颜指使 丘颜对亲生女儿静美的冷酷 让杨明为惠玉的境遇极为不安 经过一番仔细查访 最后联合郡英和大海 顺利将惠玉救出 这边 林敏夫当选了西医师工会理事长 谁知这是丘颜设下的圈套 最后被吊销行医执照 经过大起大落的林敏夫终于支撑不住倒下 被诊断出得了脑中风 于智欣终于醒了 向敏夫夫妻揭发了丘颜的阴谋 金珠痛心被好闺蜜背叛 但顾虑惠玉安全 毅然来交赎金 下一秒邱颜接到金宝电话 得知惠玉已被杨明救走 他一气之下冲进进美房间 用孩子威胁众人不要靠近 这女人已失去人性了 竟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外甥女来复仇 双方僵持之际 只见庸人进来汇报 林公馆失火了 原来是丁杰这封女人点燃的火 神志不清的她 无论金珠如何劝阻 她都不肯逃离 最后被葬身火海 林公馆就这样被焚烧殆尽 林家毁了 丘颜带着一群人大摇大摆闯进林家医院 还大张旗鼓强行摘下西院招牌 金珠十分不解 丘颜为何要如此针对她一家 丘颜命人揭开她新作的瑜伽国一堂招牌 金珠默然想起 父亲生前曾经答应为余父解决财务困境 后因投资敏夫诊所而作罢 没想到这便种下了丘颜的男姐之恨 洛言命金珠批掉林家医院的招牌 金珠做不到 惠玉挺身而出 苦心劝告丘颜 她也是父亲的女儿 她的父辈也种下男姐的怨仇 但她相信恨不能化解仇恨 只能加深仇恨 仇恨已经毁了一个丁结 劝丘颜悬崖乱马 丘颜哪里肯听 强行令人将林家招牌砸了个稀巴烂 一片混乱之后 瑜伽国一堂招牌微微升起在残破的林家西院门内 丘颜记载二十余年的大仇终于得报 众叛亲离的她回到家 忽然感觉空了 不知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 一个神秘客人出现 要带丘颜回日本替她死去的公共谢罪 但丘颜坚定表示 要死就死在中国 神秘客脑了 当场就要刺杀丘颜 可 敬美 连的敬美替她这个心狠手辣的母亲 挡下了致命的一刀 临死前劝母轻饶恕她的女儿 并给女儿取名会数 要她学会宽恕人的智慧 说完便撒手人寰 丘颜悔不当初 最后选择了自己 与女儿死在了一起 人哪 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一切风波终于过去 俊英发誓会好好抚养女儿长大成人 并和慧玉有情人终成眷属 舒兰决定陪伴双腿至残的智慎 回报救命之恩 杨明无话可说 再见了啊 再见 我能为她做 就是成全的 让她走 爸 对于和杨明终于父女相认 紧紧地抱在一起 至此 谁懂女儿新大结局